在西门子的主页上 我们看到了西门子重新梳理和定义的垂直细分领域 在这个垂直细分领域的列表当中呢 比若干个月之前的21个领域 多出了很多细分领域 那在这里面呢 有这个26个垂直细分领域 一列是9个 有这个航空航天 电子 油气 控制面板 化工 能源应用 轮胎 运输和物流 水工业 风能 采矿 造船等等 这些垂直细分领域 那么 涵盖的方方面面 比之前的21个垂直细分领域的划分 要多出5个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 它里面增加了很多内容 也替换了一些 这个替换和组合了一些细分行业 所以这个是值得关注 并且这些变化呢 都是可圈可点 真正整合西门子的自动化 离散工业 过程工业 以及工业软件的全部能力 相信这种的垂直细分领域呢 还会有所调整 所以这些都是未来的一些方向 值得关注 高度关注